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他的手砸断 然后开车把人扔到了一个坑里 第二天大魔王醒过来 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 非常惊讶 当他欲行不轨之事的时候 男主再次从天而降 把人打得个半死 挑断了手脚筋 又把人放了 最终大魔王的父母打开了门 也亲手杀死了儿子 听着耳机内声音的男主也终于大哭出来 不知道他在为谁而哭呢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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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